怎么在后场杀出一排非常恐怖的杀球 究竟有多恐怖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下面教会大家怎么在后场杀出这种快速的杀球 首先第一个要点 那就是大家在打球的时候 你们要想杀球 杀过往 又是要保证自己的杀球是最佳的角度的话 你们杀球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过往 你们杀球千万不能瞄着哪里 让别人瞄着弱点去杀 你想杀到这种弱点特别容易下网 你要想杀得尖还要保证 你的杀球一定是最尖的角度 那你杀球应该是瞄着网带来杀 球贴着网带过去 它一定是最尖的了 所以我们在后场杀球的时候 先瞄着网带去杀球 我们可以保证过往 这是第一点 好 错误的给他看一下 错误的 瞄着弱点 瞄着弱点来杀 这就很有向往 一定要瞄着网带 这才能够保证自己的杀球是能够杀过去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杀球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步法得有节奏 按照刚才说的道理 为什么大家在后场的时候老是杀不好球呢 原因就在于他的确认步没有做出来 很多人在杀球的时候是怎么退的 边退 退是没有节奏的 所以他到位之后就站在这里只用手臂进行发力 但是我们想要让自己的杀球杀得更准 杀得更有力 我们在后退的最后一步 你不能平均后退 你在最后一步的时候 要将自己的右脚向后跨出去 这个步法叫做确认步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知道自己的球应该在什么位置 在什么位置才是最佳的击球点 通过这一步拉开跟球之间的距离 第二个 这也是我们全身发力的要领 通过我们的膝盖微曲 脚后跟抬起来 就可以让我们的脚像弹簧一样 先蓄力压缩 然后向上蹬地的时候 带动我们的跨步 向前顶出去 再带动我们的手部 就可以将全身的力量 从下传导到我们的跨步 再从跨步传导到我们的手腕手指 整个人力量就全部用出来 就可以在后场杀出一排 非常有力的杀球 所以我们的步法 后退的时候 退到最后一步 一定要做一个确认步 好 如果没有确认步是这样杀的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加上确认步之后呢 出界了 才可以保证我们全身的力量 都用出来向下杀下去 怎么样 就算了 谢谢你们银吗 谢谢你们啊